大家好,欢迎收看三分钟市评 我是李国庆,贸易优战,港股向好 未谈今天题目之前,请大家看看恒新指数片 全日恒指升了213点,收报26521点 成交有903亿 大家都知道,上周五中美达成首阶段的贸易协议 虽然未签计,但仍是贸易优战 因为大家预期,未来五个礼拜会谈谈条文之后 签计协议的机会很大 贸易优战究竟之后会怎样呢 等待再跟大家推算 首先我要讲短、中、长期的看法 短线就是这五个礼拜里 由于大家会谈谈条文 相信条文之间可能还会有点反复起伏 影响市场 可能在11月APEC会议上高,大家见证 签计首阶段的贸易协议 这个是短线的看法 就是说,重视有起伏度都好 最终都是应该会签得到的 中期来看,就是未来一年约上的时间 中美进入这个休战期 就是说,可能都会继续召开一些第几轮第几轮的回谈 但是未必有什么实质成果的了 进入休战阶段 原因呢,为什么大家会休战呢 第一,就是美方、特朗普 就拿着这个中美首阶段的协议 就算是一个战略的成果 就用来跟选民交代的 就是历任之前,这么多任总统都做不到的事情 他就做到了 就是跟中国达成了一些协议 逼中国怎样就犯就犯 所以他就为了要集中精力去搞竞选 所以就愿意了 只是部分的协议都签了 这个跟今年五月份所说的是不同的 今年五月份的时候 美方是讲到要求中国 是要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 当时大家谈到90%的条文都OK的 但是有10%这条文太辣了 中方不愿意签 于是反台 搞到达不成协议 当时美国其实特朗普 是常常都说想达成一个全面的协议 还要是有利美国的 那么中国不愿意 因为太辣那些 搞到拖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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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半年之后 实际的改变就是 最近特朗普势弱点 在国内又面对这个弹劾的风波 中方就说明 今次留学去到 就不会谈部分的 美国视为核心利益的条文 好像这个补贴这些不谈 集中只是谈 今年五月其实达成了协议的一些内容 其实新华社都提了出来 大概有七点左右 就着这些方面 其实早已达成协议 所以争拗的机会不大 可能一些条文的细节上 会有起伏 那么美国特朗普 竟然愿意达成部分协议 或者首阶段协议 其实是美方让步较多的 不过中方都愿意 跟他买农产品 都叫做释出这个善意 所以其实今次跟五月份 是有不同的 是有一个实质的进展的 就是以前要全份协议才肯签 现在就部分协议都肯签 好了 首阶段签完之后 更换来是什么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 就可以将他的精力 集中去搞他的内政 例如他要应付这个弹劾 例如他要搞他的竞选工程 而中方为什么愿意将部分条文 愿意拿出来达成协议 首阶段的协议 最主要就是 这些条文原本已经答应了 也都不是很辣 当然中方是可以做得到的 其他提议 他都要腾出手来 就是搞内政 例如 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 或者应对内地经济下行的问题 主如此类 因为其实贸易战拖了18 搞了18个月 搞到中国经济 其实的而且是受到影响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所以现在都要搞一些内政 还要加速去搞 因为被拖了影响了 都有一些影响 都挺大影响的 所以双方都有这个达成意愿 中期有一年 我估计就是一个休战期 直到特朗普可能竞选完 然后大家双方拖拖拉拉之后进入 看看会不会可以达成第二阶段 或者到时再谈了 但是长线来看 就是中美其实 一些很实质的问题 或者很严重的问题 其实就真的很难搞的 可能也有一段时间搞的 是以十年计的 就可能谈以decade来计算的 有decade后面有s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很简单 本质上高 今次是两雄相真来的 美国固然 特朗普就说要什么 美国优先 American great again 而中国其实也是说great again 不过那个词会就是什么 伟大民族復兴这么说 所以其实两个都是要復兴 great again的话 大家都是要有些竞争 是吧 一个就崛起 和平崛起 或者和平发展 但是美国又说我要做大佬 那双方就应该可能很多事会竞争 都搞很久的 核心问题上可能是没完没了的 这个就是长线的看法 那当然了 长线就有时间搞 我们就不是那么 你没办法去说几年之后的那些东西 只能够现在说中短期 再说一次 短期 我觉得未来五个礼拜 虽然有起伏 但是最后 就会达成这个贸易 首阶段贸易协议 就是签约的机会是比较高的 中期就是大家进入休战期 大家各自都搞自己的内政 可能有一个集中精力去搞 就有利益经济 防止经济下滑 特朗普固然要托着经济 否则他在最后一年经济差了 便选不了 中方来说 当然要托着经济 因为现在下行到六边缘 九月份放了一次水之后 就是降准了一次之后 放了九千亿元人民币出来之后 会不会在第四季 再出来多一次呢 这个就是大家关心的议题 好了 分析完这个中美休战之后 讲回市场 今天市场上来 就去到一个很关键位 大家看恒指这幅图 连续第三天有些反弹 刚刚连续两天 短期下降轨之上 这条中期下降轨 是不是刚刚顶到实 如果冲上去 站在这条下降轨之上收市 短线转回来做绿灯 就是短线看好 有这个机会的 不过就未必一定是明天 可能增持一下之后 看看可不可以再上去 如果上不到 就是收不到在这条线之上 或者你用一个指数位来看 27,000 或者这个9月13日高位 27,366点 不过我觉得不需要这么高 总之收市位在这条中期下降轨之上 短线有机会转回来做绿灯 这条下降轨 如果看恒申指数 都只不过是两点 如果你看国企指数 真是三点 7月2日 7月25日 9月13日 今天冲到上去又是顶住 国企指数一样 如果冲到上去 收在这条中期下降轨之上 短线也是转回来做绿灯 现在刚刚又是冲到上去乘戒 上证指数 现在来看 似乎是有机会 做一个头肩底挑战颈线 原本说是双底 但是因为它多了一个肩位 现在演变成为一个头肩底 今天收在3000点心理关口之上 回复好 连续四日阳足上升 今天成交亦都放量好一点 其实有利于内地证券股 现在冲上去之后 如果冲穿这个颈线 颈线位高位 就是7月2日的30400 就是你当它3050 3050 站在其上收市的话 这个头肩底成立 内地股市就有机会进入这个 真正的反弹市 否则现在还是上落市 所以冲上去的话 如果真的收在其上的话 就是转绿灯的 好了 有什么股份呢 今天就比较受触目呢 中美这个 达成首阶段 协议的机会比较大 中国会买多些农产品 买多些农产品 包括买什么 当然是买猪肉 因为内地不够猪 第四季也是猪需求的高峰期 是吧 所以万洲今天 率先突破这个中期下降轨的 收在其上 大成交 升4.3% 这只股份 有机会的话 迴回回下去 今天低位7.58 有机会如果7.5% 这些当然是好 没有的话 其实这些煤多少都可以 少住 一路一路累积 希望它冲穿 就有机会上回去 因为这个 突破了中期下降轨的走势 转强的 另外 恒指成分股里面 今天升幅第二大的 就是这只银鱼 今天那些豪赌板块 豪赌股也升得比较好 不过它就没突破这个中期下降轨的 但是这个出现这个三支阳烛的低位 是吧 三个百姆士出现了 三个百姆士出现了 也是一个偏好的讯号来的 估计它有机会挑战这个 中期下降轨 大概是五十三元 五十四元这些水平 然后就有机会突破 一旦突破到 那就好世界了 不过那个是后话 这个就是现在这些是什么 偷步买入法 未正式突破的 有一个裂口 如果它补回这个裂口 收在这个裂口之下 那就转淡了 跌穿这个下降季 就要止蚀了 还有什么呢 恒指成分股里面 汇丰也是好东西 脱欧问题是第二次公投 今天刺激到它 突破这个 中期下降轨 一度上破六十元 可惜收市占五线 收59.9毫半 不过你看 其实它这一排 每天都是洋足洋足洋足的 其实就是说有资金 后低级 事实上其实它因为息高 六厘几息的 现在六十元这些位 突破了中期下降位 这些股份 都是值得大家留意的 这些属于可攻可守刑 事实上它今天曾经都突破了 这个九月这个高位 如果它能够下日再上其上的话 有机会演变成高低脚反弹 走势都是比较漂亮的 好了 今天时间关系 跟大家分析到这里为止 多谢大家收看